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些關於內地網民的事情 做些甚麼事 大家都知道在網絡世界上有很多人做的事 想著自己是不會被追查得到 香港如是 其實內地亦如是 近日在內地發生了很多網暴的案件 甚麼叫網暴 就是網上暴力的案件 有不少人因為這樣而受到非常大的壓力 而這些網暴的事件其實 跟香港以前在2019年所發生的事件是同出一截 而內地網暴的事件其實發生得更早 而今次發生網暴的受害者是誰 是李家超 李家超的微博突然之間被內地網民轟炸 甚至乎我覺得是 李家超在被網暴 而有一些 應該是反中亂港的人士 配合 不同的一些組織 好像是突然之間 群起而攻之 而毛澄澄李家超的微博為何會有那麼多人留言 那麼多人去洗版 而毛澄澄為何這件事 會是由 獨媒 報道出來 那麼多毛澄澄的時候 是否真的有那麼多的巧合 我們待會一起去看看 而且分析一下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鍵 選個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日前我們的 特首李家超 就與深圳 和 廣東省的官員 雙討了一些通關的事情 在早點時間李家超和新加坡副總理黃瑞傑見面 接著把見面的貼文放在Facebook和微博專頁 這次發生了完全不同的事情 在Facebook有很多香港網民甚至其他地方的網民都是熱烈讚好 但在微博不知道為什麼會被一群人不斷聲討 而留言的人是無情情留言 以前是從未流過言的 以前是從未理會過李家超的微博 他們在指責香港的疫情上萬 要求香港要先穩住疫情 不要開放 也不要通關 也不要搞隔離措施 有些人要求大學不要恢復面秀課堂 批評香港現在是靠害 害深圳 你先管管疫情吧 更加有聲音配合 一些反中亂港人士說 新特首是否可以當 但其實 通關 開放 這件事 在9月1日 韓正副總理的講話 其實已經說了 我們香港 要奉行一國兩制 我們香港要做好聯通國際的角色 我們香港 有些既定的事實 就是搞不定疫情 你知道上海政府做了什麼 對吧 說真的 要花的錢在上海政府也都花了 有很多錢 沒辦法 沒辦法 去花 其實現在真的是 所以既然 我們香港的疫情已經形成一個既定的事實 香港不如為中國 做多些事 例如 事行開放 例如 為我們的祖國 做國際聯通的角色 這個是我們正國級的領導人 韓正副總理的講話內容 但很明顯 這批在微博的網民 很明顯是沒有聽我們韓正副總理的講話內容 很明顯是配合一些反中亂港的組織 去攻擊李家超 否則怎會由獨媒報導出來 微博獨媒怎能上 深圳大家都知道 發生了一些疫情 而這個疫情經過基因分析之後 之前文章也跟大家說過 是BA5.2.1的分支 就是BF15的變異病毒株 而這個變異病毒株的 匿藏能力和傳播能力是非常強的 深圳當國是不排除這個變種病毒 是由境外輸入 然後引發本地感染 由於這些疫情升溫 深圳有很多不同的地區都採取一些防控措施 包括唐石有些地方 也希望居民盡量不要外出 這件事之前文章也說過 不排除由香港傳入 不排除由境外傳入 但是 我想和大家說一件事 由香港過去內地的人 有香港本地市民 有 國內同胞由香港境內 入境 再經過 香港這個位置上深圳隔離的人 有外國人由香港入境 然後回國內的人 去我們國內做生意的人 四方八面的人 都有 其實 是不是真的跟香港有關 不知道 而病毒的基因圖譜 排列情況其實未完全做得好 做得到 不排除這件事 是真的不排除 什麼是不排除 不排除不代表確定 所有的地方都有機會 會不會由美國傳入 不排除 會不會由英國傳入 不排除 這個就是不排除 會不會是由科物傳入 不排除 這個就叫做不排除 但是有些人 就不會聽 特地捉住這件事 然後就留在香港 第一 第二就是將這件事 無限地放大 日前亦都宣佈 香港人也宣佈 有一些在內地就讀 學校的學生 可以經由人民關懷的通道名額 進入內地 學生亦都可以在航空公司優先訂購 內地的機票 可以讓我們便利一點 回到國內 而這些也是我們國家領導人 同意 所做的事情 然後李家超 在日前微博有很多人在說一件事 那件事叫做四大訴求 無情情又有四大訴求出來 是不是好像黑暴的東西 沒錯 由這個讀媒播出來的 你就想想 那四大訴求就是 第一件事 要求否定通過 叫做放任算言感染病毒提高免疫力 其實我不太明白他說什麼 第二 不要再縮短 高風險地區旅客入境檢疫安排 第三 不應該給確診者居家隔離 第四 有要求收緊防控措施 這些事是國策 國策你跟李家超說 是沒用的 是沒用的 當然 這些網民是不是一個真實的人 很難說 是不是真是來自於國內 亦都很難說 真的很難說 所以有這麼多這些留言 而這些留言 他們從來都沒有在過李家超的留言 而這四大訴求 不是我們香港可以控制得到 這四大訴求 很多是國策 突然之間在裡面 反國策 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突然要網報李家超 很大機會是一些反中亂港組織 遮香港 一個 為我們國家事行的地方 事行不同政策的地方 一個一國兩制的地方 然後 從不同的途徑 四方八面 去由香港這個缺口攻入 我們祖國這裏 網絡都是他們要攻進來的其中一個地方 有一些留言 亦都在說 我們又要封城 香港要開放 還要跟國際接軌 好不滿 又說天天搞這些沒用的 香港 現在的疫情禍及到深圳 很多經銷商都在深圳滯留 還要不讓不讓我們大陸的企業 過活呀活下來呀 你一個新的特首 行不行呀 即是有時候的事 又不可以這樣說 所謂經銷商還在深圳 但其實他們是可以買機票 飛去不同的地方 可以呀 還有你可以過來我們香港 有一個來港易通道申請 是不是真的無法做生意呢 不是 不好意思 絕對不是 除了不滿香港的大學生回內地復課之外 當然這不是真真正正內地網民的主要看法 是某部份 網報李家超的網民的看法 亦都有在香港就讀的內地學生說 沒有辦法確定身份 他說他是在香港就讀的內地學生 他說管管疫情 大陸的學生的健康也很重要 學校堅持面售課堂 將我們整在班房裏面 又不保障我們的安全 理工大學 日前整百宗的確診 怎樣面售 其實面售課堂 又沒有叫你們坐一堆 分開坐 不要脫口罩 你就帶回KF94、KN95的口罩 是不是 其實 那個防疫能力已經很好 做多些消毒 我真的 說真的 我真的沒聽過一個人 其實那天不在外面吃東西 的人士是會中的 基本上全部中的人 都是在街外吃過東西 你只要不在街外的餐廳吃東西 你就不會中 你就買外賣去宿舍消毒你才再吃東西 有什麼不可以 是不是 自己做好一個疫情防控 其實應該是沒問題的 除了這件事 還有很多人 在李家超的微博留言 反映 羅湖受到垃圾味的苦 還我們清新綠水 發生什麼事 原來就是打鼓嶺那邊有一個堆填區 又說影響到羅湖同胞的生活 環保處留意到之後 不是環保處 是李家超留意到之後 就想想是不是一個問題 然後叫環保處回復 環保處那邊基本上就說 臭氣的濃度合乎所有標準 也委託生產出進棟 每個星期監測劉化氫水平和臭氧程度 這個程度是符合國家標準 所以在所有東西合乎標準的情況下 無情情會有羅湖區的居民 走來側問 李家超 這是什麼玩法 是不是 其實是有些問題 你跨區 要求做這些 我覺得 會不會過份了一點 都挺過份 然後有些人又說 又說互相尊重 有些大堆填區 有異味 為什麼要擺在深圳的大門口 第一件事 那個不是深圳的地方 第二件事 有問題 深圳政府會反映 羅湖區居民可以向深圳市政府反映 為什麼要無情情走過來 攻擊李家超 是不是配合 某些 組織 去發動一些攻擊 是不是 還有 符合了國家標準 這件事 是致為重要的 當然 我們李家超是有回應的 他說北部都會區要整體規劃全盤考慮 有關一些現有的配置 居民或者附近的居住或者不同的地方 有些不滿的地方 會盡量去做一些舒緩的措施 輸減的措施 將負面的因素減到最低 希望在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可以有優質的居住環境 優良的 創科生態 很明顯 已經有回應 還有 李家超也回應得到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以香港利益先還是內地利益先 不好意思 雙方的利益是一致的 是沒有任何的排斥性 全部的利益都是一致的 是兩地的政府共同去商討 這件事也是 整個十四五規劃裏面的 所有所有 的一個安排 以推動 以推展最大的利益為二貴 沒有任何的排斥性 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政府 都是一致的 所以所有的問題我們是跟深圳市政府 跟我們廣東省的政府 是有商有糧 所以如果真是 勞區的居民 就向深圳市政府反映 當然 我感覺上那些未必是勞區的居民 我感覺上甚至乎那些 不是住在我們中國那裏 感覺上你見到他是無情情配合 有一群人配合然後瘋狂地攻擊李家超 那你就想想 究竟 為什麼 OK 好了再跟大家講講 韓正的講話內容 其實 他講到第一點的希望就是希望我們香港 繼續主動有作為 推動和共建 國家開展更多的實務合作 提到就是香港有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顯著優勢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 重要的叫做折點 中央也支持我們香港 香港是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 也要拓展一些 變質國際聯繫和更多國家 開展更緊密的交流和合作 擴大經貿合作的網絡 這一點 即是國家現在是支持我們 要向世界出發 為了國家 真的要做一個視點 真的 你不嘗試找個地方向國際開放的話 你永遠不會知道向國際開放 究竟會對我們 人民產生什麼影響 而香港 現在已經鐵定一件事 香港 那個疫情已經去到一個 不可扭轉的局面 既然不可扭轉 不如 索性 為我們國家做一個視點 是不是 基本上這個講話和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7月1號的講話裏面 一脈相承 四點必須裏面的其中一點必須就是要保持著我們香港獨立的優勢和地位 當中也是 背靠祖國聯繫世界得添獨口的顯著優勢 中央非常珍惜 完全支持我們香港是鞏固國際金融的地位 航運地位 貿易中心的地位 要維護 自由開放規範的經營營商環境 所以 這個也再次跟香港的市民說 既然有些事情做不到的話 不如試一試 去開放 為我們國家做多少少東西 去試一試 所以其實 解讀我們國家領導人的政策的時候 我們都必須懂得去解讀 動態精靈 動態清靈 精準抗疫是我們現在 現在有目標所在 但是 我們為了國家 大局著想去做事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 為了國家做一個視點 很明顯現在是一個視點 為什麼 因為現在 其實我們上屆政府做得不太好 造成了在疫情中一個不可扭轉的局面 暫時 繼續做好我們精準抗疫 然後 在盡可能 控制到的情況下 為我們國家 做一些 接軌國際的工作 真的 這個就是一個 最大的 我認為香港能夠為國家做到最好的事情 對外通關 可以做多些工作 對內的通關 我們現在增加了 逆向隔離 那就試試 看看 效果如何 再進一步 看看能否發展到5加2 的通關 這些 亦都會同步進行 你看得到 是有進展 這樣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贊好留言 訂閱 明明結身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按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